拿起電紋拍將腦人蚊子一一剷除 但新北市針對市售六種電紋拍進行抽驗 結果發現通通都不符規範 將電紋拍的塑膠部分拿去進行燃燒測試 結果發現火越燒越旺 因為根據耐燃性標準 點燃後30秒火光應該要自動熄滅 而且塑膠部分不能延燒 但抽驗六家都不符規定 會在30秒內沒有辦法立即的熄滅 有可能會導致消費者 一些生命身體財產的一些風險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請這一些業者 在這個通路上已經做下架的動作 另外抽驗結果還發現 有兩項產品沒有標示產地年份 而且使用方法注意事項的內容 也沒有用繁體字標示 因此產品都被要求下架改善 盡可能還是選擇比較有標示完整 火紋拍 那因為現在這一個手持式的電文拍 它還不是一個因事檢驗的商品 還是不會看到說有一個 商品安全標示的這個貼標這樣子 畢竟電文拍還沒納入商品檢驗法中 因此消費者在購買時 還是得自己睜大眼睛 以免買到NG商品 八大新聞需要如如知晴 一星北藏我到